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RC卡的相关知识 RC卡即集成电路卡又称为智能卡 一般内部带有微处理器和存储单元等部件 RC卡的芯片具有写入和存储数据的能力 RC卡存储器中的内容可以根据需要有条件的供外部读取 或供内部信息处理和判定之用 由于RC卡推出之前 此卡技术普及基础好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此卡 所谓磁卡是将具有信息存储功能的特殊材料 涂印在塑料机片上 以液体磁性材料或磁条为信息载体 将宽6到14毫米的磁条压贴在卡片上制作而成 磁条上有三条磁道 前两条磁道为止读磁道 第三条磁道为读写磁道 可存储的容量也不同 磁卡的信息均保存在磁条中 如图所示 只有与读卡设备接触才能读取信息 磁卡的信息 读写相对简单容易 使用方便 成本低 并很快进入了多个应用领域 相当部分的信用卡由磁卡制成 RC卡是继磁卡之后出现的又一种信息载体 RC卡与磁卡是有区别的 RC卡是通过卡里的集成电路存储信息 而磁卡是通过卡内的磁力记录信息 RC卡的成本一般比磁卡高 但保密性更好 RC卡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 计算机技术 以及信息安全技术等发展结合的产物 它将集成电路芯片镶嵌于塑料机片的指定位置上 可保存、读取和修改芯片上的信息 在很多领域中 磁卡正在被大量的RC卡所代替 两者相比 磁卡受磁场及外力作用极易损坏 不能直接存储数据 而RC卡由封装好的集成电路组成 不受磁场影响 能够进行数据存储 按照与外界数据传送的形式来分 RC卡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 接触式RC卡是指必须将RC卡插入主机卡口内 通过有限方式才能传输数据的一种RC卡 卡易磨损 怕油污 非接触式RC卡也称为射频卡 射频卡无需和主机接触 通过无限方式就能传输数据的一种RC卡 射频卡不怕油污和磨损 所以使用寿命长 如图所示 接触式RC卡触点外露 需与卡槽等读卡设备接触 才可读写数据 非接触式RC卡芯片封装在PVC料卡片中 通过卡中天线首发数据 最后请大家思考以下问题 什么是RC卡 什么是磁卡 两者有何优缺点 RC卡有哪些类型 各有何特点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